那你会发现他也会给我们这个网址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参数就是POSE 有没有等于这个两个数字 那当然将来你也可以把这个网址 改在webview里面传递参数给他 你只要有一个经纬度 秀出来就会是这个地图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里面 需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的话我想界面部分 跟前面类似 那我们只是增加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关键字 这个是一个testview 然后主要是这个 在editester 我叫keywords 然后搜寻 那keywords特别注意呢 我这里面可以让他允许多重 如果你不允许多重的话 你可以只抓一个参数 放在后面就好 但是如果多重的话 可以允许他输入加号 有没有加flower加read 就可以多重搜寻 然后一个button button1 最后一个webview 所以等于是一个搜寻的功能 好再来的话 我想manifest这一样 里面记得加上那个引用那个 internet的权限 再来的话 程式部分有哪一些 特别注意 刚刚有没有 前面这一串 就是我们刚刚有没有 搜寻flower加read的前面那一串 因为这是固定的 他的关键传的方式就是 这一串 一个关键字加第二关键字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规则 那其他像你们也可以甚至改写 我刚刚有讲过那个查经纬度这个网站 其实呢 它上面的这个规则 你会发现到 我如果把这个上面的 这个复制起来 然后再贴到上面 一样会得到就是中方府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它传递过去的话 就是什么 pause等于这个点 OK 所以你们将来怎么样 也可以把这个稍微改一下 一样 有没有 放在wearview里面 看到的结果就是类似像这样 等一下这个自己可以稍微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的部分都一样 跟前面好像没有不一样 都一样 所以跳过 再来的话 这个也一样 就是当我 on key down的时候 把它改成back 回上一页 主要不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search的方法 那这个search方法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event 那为什么写在这里呢 基本上前面有讲过嘛 就是我把 这一个button上面 怎么做了一个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on click的这个属性里面 加了一个什么呢 加了一个叫search的方法 有没有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很好用 你可以避免不用写那么多程式 你就可以